我们这样来看一看 赵亮老师当年塑造这些人物 那是年轻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啊 年轻的时候 这头一块这个三得子是吧 对对对 在宫里工作的时候 手里拿的这个佛陈 都有讲究 你看上面有黄的 这在宫里它代表权威 就是谁哪个大神往里走 我拿这个一拦 它是不能超过这个界限的 这张照片是这个 三得子的正式工作照吗 正式的工作庄 赵老师您形容一下 您这张三得子的照片 您会用一个什么样的词语 一表人才 不合适这个 这二十多年前 在北京的时候 您就夸两句 咱到家了 这张照片 终于看见眼睛了 好 好 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 你看这风流才子 真有观众看 烟斗还看着呢 一拿着烟袋 您这是演完三得子 马上又演了季晓兰 三年吧 三年 两千年拍的 风流才子季晓兰 刚开始演的时候 不自信 说季晓兰得多帅啊 您弄过这导演吗 怎么就想起来 让您演季晓兰 季晓兰 其实你要把过去 她的画像拿出来看 我还真的有点像她 季晓兰胖乎乎的 特别爱吃肉 喝茶 她的这个后人就想说 你不要想着 我们这个仙人 她是一帅哥 她不是 她确实是一文豪 如果你要弄一个帅哥眼 不对了 真实还原这个人物的形象 她就是尽量地去还原这个人物 风流才子季晓兰 而且今天我们知道了 这个季晓兰 虽然说这个文采飞扬 但是形象就是这样 这个季晓兰 您怎么来评价这张照片 戴了个眼镜是吧 眼睛更大了 赵亮老师评价照片 主要看眼睛 对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 就叫做青春有你 您青春的时候 做没做过一些疯狂的事 我的整个青春 全是在部队 我总共是 从军25年 我从战事副班长 班长 排长 俱乐部主任 副指导员 基层的工作我都做过 这真了不起 现在想起来 极其光荣和自豪 我觉得真的是 有点难忘 掌声送给赵老师 我觉得这份经历 其实是很多人向往的 是 我在陆军学院的时候 陆军学院我们 当时也就是 20岁左右吧 早上起来 我们是5公里 一支枪 手榴弹 水壶 跨包 21分钟及格 我实在是跑不动 我的枪被我班长拿走了 但是跑下来以后 你知道是个什么状态吗 你看那一个班的 就在露天呢 拿凉水滋 热气腾腾的 把个个身体棒极了 疯狂吗 热血青春 您这种疯狂 其实和我们很多人 所谓的青春的叛逆 那种疯狂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种疯狂 才是青春应该有的样子 您后来还做了一件 特别特别疯狂的事 当年真媳妇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 青春热血那些 疯狂的 比较疯狂的追求 有吗 直观上讲 大家都会认为 我是个疯狂的人 因为我的老婆 一米八一 个子 这是模特儿啊 对 穿上高的鞋 一米九十多 穿上那个 结婚的女后 准备的高跟鞋 我和我呢 这个说 这都准备好了 你得穿啊 要不然这光着脚 要不合适 我让人穿上了 你想他本来就那么高 再穿上一高跟鞋 就那么高 我和他说 拍结婚照吧 俩人站一块 就这比例 差不多 我就说 拍呀拍呀 我那记得朋友说 哎呀 张老师这不好 这样 我给你 来一箱子 我干嘛 他说你站上边 我就心里边觉得 你这是什么态度 这个 我有志不在个高 对 我 他说不是别的 是为了构图好看 对 我只娶你们上半身 拿回家 确实是上半身 报纸上 给我登的是全身 哎呀 就连那箱子都戴上了 但是我觉得 其实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有啥呢 不就挺好吗 没错 所以你看从这儿聊 我觉得赵老师 生活当中特有幽默感